欢迎收看历史猛回头 生在帝王之家 一出娘胎就处于权力和富贵的炫悟之中 有些人能够在炫悟中全身而退 有些人则在炫悟中是越陷越深 清朝有许多悲情天子 光绪是一个 同志也是一个 这两位皇帝的命运仅仅跟一个女人捆绑在一起 这个女人就是一无是处的慈禧太后 她掌握朝堂长达半个世纪 不仅勾结外国势力 打压本土进步人士 让民众陷入水深火热 更让自己的两个儿子长时间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 最后皆郁郁而终 尤其是同志皇帝 这个紫禁城出生的最后一位皇帝 他的死亡很大程度上就和自己的母亲有关 咸丰六年 也就是公元1856年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 余音似乎还盘旋在北京城上空 紫禁城里楚秀宫内一片繁忙 太监 宫女摩肩接种 在总管太监韩玉来的有序指挥下 来回奔走 原来这日是咸丰的爱妃 易妃 临盆之日 咸丰从20岁登基时隔6年 一直没有生下子嗣 只有丽妃生过一个女孩 眼见皇位面临无人继承的困境 咸丰心里是万分焦虑 盼子心切的咸丰帝早早将慈禧的母亲接来 希望能够稳定慈禧的心神 顺利诞下皇子 咸丰六年3月23日 一生婴儿的提供生从楚秀宫中传出 总管太监韩玉来 顾不得别的一路跑向咸丰帝说 一贫生下阿哥 母子平安 万岁爷大喜 咸丰帝一听是龙颜大悦 立刻下旨将一贫生为一妃 这个皇子就是后来的童之帝 童之一出生就巩固了慈禧在宫中的地位 母平子贵的慈禧也越来越得到咸丰的宠爱 这就为后来慈禧的掌群之路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作为咸丰的独子 童之自然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咸丰还亲自写过 绕西堂前筑校园 生动在线了童之在咸丰面前 医押学部的景下 到了命明日这一天 童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 爱心觉罗 宰春 在紫禧城过了十几年的太平生活后 宰春迎来了一个生存危机 英法联军攻破北京 抢劫了圆明园 宰春也不得不北逃热核行攻 跟随父亲躲避战乱 第二年 咸丰帝弥留之际 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便向众人安排了后世 第一就是国不可一日无君 选择继承人是面临的头等大事 按照清朝皇室的继承顺序 帝国的未来就交到了宰春的手里 于是咸丰立皇长子宰春为皇太子 第二件事就是宰春年纪太小 还是个五六岁的娃娃 需要找几个周公诸葛亮式的人物尽心辅佐 咸丰挑准了肃顺等八人 赞乡政务 后人称为顾命八大臣 第三 咸丰帝死前为了避免外戚干政 权臣林立局面的出现 特意留了个心眼 将权力一分为二 首先就是国家的具体事务 出台政策 外交方向都有八大臣共同商议 但是为其赋予法理上的依据 则交给了两宫太后 对此做出的安排是将预赏 同道堂两方小印喜 分别赐给慈禧和慈安 并规定凡下发的预旨 都必须有二席盖章认可 才能作数 根据清朝档案 热和秘籍的记载 两印喜均大行所赐 母后用欲赏喜 上用同道喜 凡应诸笔处 用此代之 树之亦皆用之 以度锐 前锋的安排应该说是滴水不漏 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性 可事情的发展 不可能尽如计划的一样 总有意外发生 这个史料未及的意外 就是慈禧本人的权力欲望 太过膨胀 不久慈禧就联合公亲王一新 纯亲王等人 趁着夜色发动了新有政变 铲除了八大臣等政治势力 从此朝堂上慈禧一家独大 隐隐有旅后之风 在这场政变中 宰纯只是五岁的娃娃 尚未知晓人士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今后的命运将牢牢被母亲所掌控 中期一生也逃不过慈禧的乌之山 1861年冬十月 两宫太后下诏 改年号为同志 取春秋中同归余智之意 也有说母子同志天下的意思 不论哪种意思 事后的事实显示与其说法是同志 不如说是母志 同志弟从未享受过一刻真正的帝王权利 同志一共在位13年 自己亲政仅仅一年有余 前12年自己在政务上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最后一年自己做出的任何决定 也要得到母亲的点头允许 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 付出受到母亲的牵制 在同志11年 宰尊到了大婚的年纪 中国古代社会上至皇亲国戚 下至平民百姓 婚姻都讲究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慈禧和慈安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 各位同志挑选了一个人选 慈安选中的是尚书崇文山的女儿 慈禧则要立奉秀之女为皇后 两宫太后各之一见 互互相杀 这让同志弟是左右为难 外界本以为同志会遵从母亲的意愿 选择奉秀之女 可同志偏偏就选了崇文山的女儿 阿鲁特氏为皇后 这令外界猜测母子关系生出了嫌隙 也可见同志逃脱慈禧的掌控有多么的强烈 大婚之夜 同志喜欢读书 便想测试阿鲁特氏的文化水平 让其背一首唐诗 阿鲁特氏不愧是尚书的女儿 状元的后代 背的是极为熟练不说 还滔滔不绝的讲起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这令同志是大感诧异 殊不知同志对阿鲁特氏的喜爱 更加惹的是慈禧不满 失望之余 慈禧还暗示同志要对惠妃多加关心 甚至还特意嘱托了阿鲁特氏要自尊自爱 不要总和同志待在一起 落一个红颜祸水的名声 在清宫一文就记载道 从其之女 端庄贤静 梅而有德 地甚爱之 以格于慈禧之威 不能相款洽 处处受到捆绑的同志 郁郁不得志 干什么事情 都有经过母亲慈禧的同意 1874年11月29日 同志在西院游玩时招了梁 连续几天都觉得圣体伟合 本来想召见的大臣也都摧迟了 与病魔争斗了两个月之后 同志就一命无呼了 见了列祖列宗 同志死时年仅19岁 在最美好的年纪凋零了 也是清朝最短命的皇帝 同志的身体虽然脱离了苦海 然而却留下了不少的未解之谜 最大的谜团就是同志的死因 清朝官方的说法是死于天花 并且死状极惨 万贼爷禁药底部 记载口舌生疮 浑身流浓 牙银黑米 臭气仍然 民间则流传着同志死于 没毒的言论 反驳官方的说法 只不过是为了遮住皇家的丑闻 在清朝重臣 翁同和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同志治病的整个过程 12月8日 同志身上开始起诊子 经过了御医 李德利 装守和的诊之后 判定同志得了天花 从这一天起 翁同和每日都要进宫问安 回到家后便记下卖案和药方 17日 同志和太后在东软阁召见了 翁同和等军级大臣 日记写道 上头面街灌江饱满 声音有力 举臂逝之 磕料极足 不胜喜悦而退 这就说明同志的确是感染上了天花 正处于全面出痘的时期 只要挺过这一阶段 同志将会大人不死 然而这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美国几日到了28日 皇帝的卖案是 头悬发热 腰间肿痛流浓 顶膊手臂皆有溃烂 又过了三天 同志的病情是进一步恶化了 根据御医李德利的描述 同志的脉象入而无力 腰间肿痛的地方也开始流浓 也流着臭不可闻的心水 口腔迷烂不止 病症已经到了十分凶险的地步 挨到1月3日 同志地终于是无药溃医了 魂归9天 但是这种说法一直遭到质疑 首先是发病的症状不同 同志发病的第一天 感觉是气到耿阻 有昏厥的征兆 而真正的天花 以往都是身体感到头痛 发热 类似于感冒 第二点就是发疹的部位不对 几乎患有天花的患者 都会出现面部出疹 再是躯干四肢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疹子的颜色不对劲 同志发疹是典型的水浓泡疹 而后变成紫色红种一片 这和阳眉大疮如出一辙呀 并且同志发疹一跃 不但没有脱落 反而流浓 这和天花一般15天 就会脱卸相去甚远 根据这些推断 同志很大可能就是患上了梅毒 梅毒是生活放荡 才会感染的疾病 而同志就经常是微服私法 流出工具 前往的地方 就是北京八大胡同之类的烟花之地 一个18岁的青年 不能随心所欲 找自己喜欢的妃子 精力旺盛又无处发泄 于是只好是另寻安慰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他不敢去著名的青楼妓院 唯恐有损天岩 只得找一些暗昌 或者下酒流的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 有身份的大臣 往往是不屑一顾的 自然增加了隐蔽性 事实上 同志的放浪早为人知 清史学家李慈明 就记载同志 辖进幻树 岁征岛屿嬉细游艳 甚至还有担忆男宠的行为 出去侠记还总带着一两个小太监 还有公亲王一新的儿子宰征 周星驰著名的电影九品芝麻官 就有同志侠记的片段 长此以往 纵然是铁打的身子 也经不起整间整夜的消耗 同志身体的精元早就挥霍一空了 缺少抵抗力的同志 又患上了梅毒 岂有不死之理呢 纵然同志的死亡有其自身躺平摆烂的原因 但造成这一后果和慈禧也脱不了关系 平心而论 慈禧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人 有着极强的控制欲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 在同志长大的过程中 慈禧虽然是同志的生母 扮演的却更多的是一个严父的角色 而慈安则更像是一个母亲 这种说法绝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有迹可循的 在同志死后 慈禧选中了宰田 光绪当上了皇帝 可是慈禧不让喊什么母后啊 姑姑之类的称呼 而是让宰田叫他亲爸爸 慈禧一来不是宰田的亲父母 二来作为一个女性 也谈不上什么爸爸 却执意让光绪这样称呼他 这更加反映出慈禧 只有蛮横的性格特点 明明是不合时宜的称呼 却偏要在称呼上体验出亲密性 这就有些越得不到什么 就偏想得到什么 而且光绪的结果众人皆知啊 囚禁营台 孤独终生 最新的研究表明啊 光绪死于皮霜是确凿的既定事实 只是下毒的幕后黑手 还是众说纷纭 无疑慈禧是最大的嫌疑人 也就是光绪和同志 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样一个虎妈面前 自己不过是个坐上椅子的傀儡 同志就是光绪的前车之鉴 光绪则是同志的后世之师 这一对难兄难弟到了黄泉路 可能都会是对方的知音了